哈喽 大家好 我是焦主 今天咱们来验证两个网络热门美食视频教程 夏天你要是没试过这个拌冷面的话 绝对会非常遗憾的 这就是咱们的拌冷面灵魂酱汁 全辣口的 大家可以煮冷面挂面你自己喜欢的任何面 过一下冷水 简简单单的来条小菜马 哦 苹果 一勺 两勺 三勺 拌这个必须得戴手套抓 香迷糊了能给你 撒几粒白芝麻点缀一下 还好吃吗 虽然我还没有吃到 但是我都已经感觉到香了 我的天 感觉就是拌面版的朝鲜冷面嘛 是吧 很像 先把咱们也来试一下啊 先来调个酱汁 放上蒜末 糖 生抽 辣椒 芝麻 甜辣酱 香油 搅拌均匀 这再瞧瞧 拌下点都是香的呀 另准备一个碗 放上冷面 黄瓜丝 苹果丝 辣白菜 冰菜 再来上几勺酱汁 然后抓拌均匀 这么弹吗 好弹 最后 撒点芝麻 正宗的 还是 这叫什么 凉拌超鲜冷面 做出来感觉还不错 尝尝味 嗯 就跟你想象的味道一样 超级超级好吃 非常香 而且甜辣爽口 特别爽 非常过瘾 哇 这跟带汤的超级冷面啊 东西是一样的东西 那味完全不一样了 就这个味道啊 更浓了 特别的重 这个风格是类似的啊 跟超级冷面 嗯 哇 这块冰 好凉啊 哈哈哈 而且我发现这么做出来 这个面 更清 更弹 比泡在汤里那种 口感更好 我觉得一定要放苹果 这苹果放里边真好吃 如果还吃超级冷面的 一定要试试它啊 肯定会喜欢的 而且我看有人在里边 放了一小勺醋 在这种味道上 加上一点点酸味 我觉得应该也挺 挺挺挺挺好吃的啊 挺提味的 哇 好吃好吃 嗯 哇 他这个颠熟 跟音乐配的 无缝嫌弃 我都想跟着一起点头 不过可乐炒饭 这可乐放到鸡汁 我还能理解啊 但是它跟米饭放一块 这是相当于跟主食结合 我特别好奇 这个能好吃得了吗 就总有一种黑暗料理的感觉 咱们来试试啊 尝一尝 先煎上两根胡包蛋 再点成块 倒上半瓶可乐 都调好的酱汁 然后放上米饭 大碗三碗 最后来点子花 点了一下就大功告成了 麦相还不错啊 颜色有点像酱油炒饭 看看 不过倒是闻不出可乐味啊 整体味还是很香的 口感黏黏糯糯糯的 哇 它不是粒粒分明的 跟普通炒饭真是不一样 不过也确实啊 半瓶可乐呢 相当于把米饭泡了一遍 才炒的 嗯 它吃起来特别甜 甜不自的 但这个甜嘛 也不像白糖 也不像可乐 就像是调出来的那种甜味 而且特别香啊 就香甜香甜的 就感觉你到了什么大饭店 那些厨师的蜜蜂 就这种蜜汁炒饭的感觉 但是 因为这个口感 它是粘糯的 可能有的人会不喜欢啊 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还行 我觉得还挺好接受的啊 并没有我最初想象的黑暗感觉 这个可乐和米饭放到一块 莫名的还发生了一些反应 就是 确实还挺香的 特别的炒饭 嗯 OK 今天这两个简单易做的小主持人 就体验到这了啊 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关注 拜拜 拜拜